词 irmnung 像佛教里面 游奇特别注重临终关怀 也就是当一个人 他面临死亡 这个时候 不管是他自己 或者是亲人 能够给予适度的 关怀与鼓励 帮助他放下 种种的执着 这个也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度化他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 像我所认识的基金会里面 一个芒柏林居士 他真的就是一个大菩萨 很像地上菩萨一样 就像地上菩萨的花神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有朋友 有人打电话告诉他 家人明明中了 需要他来开示 来帮他做临终光怀 住面 他一天二十四小时 几乎都随时奉陪 半夜也可以赶到兵衣馆 赶到医院 关怀室 然后 可以为临终的病人开示 他的开示 听他说 他不是来做的远远的 跟他讲话而已 他是可以贴着 他的这个脸 或者是 这个即将断气的 这样的一个尸体 在他的耳边 甚至闻到很多的药臭味 身体所发出的腐臭味等等 有一次 他说 那个人 他的那个 因为口腔癌 那个口腔 已经烂掉一半了 发出了臭味 这个时候 他还是紧贴着 他的耳边 耐心的 来跟他开导 你看 这个如果 不是有菩萨的 这种慈悲大愿 一般人 实在是没有办法 做到这样的一个心境 做到这样的一个爱与色 所以 我们要看 这个爱与 在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样的话 那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 他常常因为去帮别人的父母 或者亲朋好友 做临终关怀 所以后来 他办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一些慈善 也自然而然 就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他 一起来布施 来行善 他也就是利用这种爱与色 来度化其他的众生 第二种爱与 也就是要能够说 庆月遇 欢庆的庆 喜悦的月 课本上 他有提到 庆月遇 也就是 要能够讲出 让人欢喜 散看他的优点 激发他的 这个 印制力 使之欢喜 这种就是叫做庆月遇 那一般人 我们只会看一般人 常常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 很少有人会欣赏别人的优点 那其实是我们凡夫不会看 为什么 因为 优点 当下 即是缺点 缺点的当下 也是优点 这话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个老兵 他在半路上 这个 走啊 走啊 结果就碰到 一个老婆婆 手里牵着一个 那个滞胀的女孩 然后一副无苦 那个孤苦 担心的 对这个女儿说 他说啊 如果 老妈走了 阿嬷走了 那你呢 将来 要怎么办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兵 看到了 看在眼里 马上呢 兴起 迎宴慈悲 就过去 跟他讲 那你这个 小女儿呢 可不可以 给我做老婆 我可以好好照顾她 这个老婆婆呢 听得非常高兴 她说 太好了 如果你要的话 现在就马上带回去 因为我已经 没有能力 再照顾她了 那这个老兵呢 一听 我已经 活到年纪这么大了 也娶不到老婆 那今天呢 能够这么便宜 就 娶到老婆 那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呢 她就啊 把她 给带了回去 那她挂了 她的退休金呢 去 买了一间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这个以前的那种猪色 把她打草干净 然后呢 就把这个女孩安置在家里 然后每天呢 她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她都一定先把她的饭菜呀 弄好 她有 衣服洗好 家里打脸好 然后中午呢 哎 休息 只要有休息时间 她呢 一定 就回来 看看 哦 她的老婆啊 这个 头脑 有点 智障的 这个老婆呢 有没有吃饱 有没有穿暖 威皇她生病 那邻居呢 看到她 这样的 照顾 一个 白痴的女儿 的女孩啊 的老婆 他们就觉得说 哎呀 你 为什么 娶这样一个老婆回来啊 她到底 有什么好处啊 让你呢 这么爱她 结果这个老兵就说 哦 你们不知道 她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 我告诉你哦 第一个 也就是 她 绝对 不会 跟我吵架 因为我说什么 她一定都 都说好 好 第二个呢 她绝对不会去乱买东西 不会像其他的女孩 我如果娶她当老婆啊 那动不动呢 就要去逛街给我买 大衣 买钻戒 花很多的钱 所以她不会给我乱花钱 第三呢 哎 哎 哎 他们每天啊 都是快快乐乐的 不会呢 不高兴 我给她什么 她就是吃什么 我给她什么 她就用什么 所以呢 我们啊 可以相安无事 那我有这样的太太 为什么 我不疼她呢 所以说 你看 这一个女孩 因为她的脑筋 虽然有一点障碍 可是呢 这老兵不看这一个 智慧的状态 她不看 她呢 可以看到 她另外的一些优点 所以她一样呢 每天过得欢欢喜喜 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呢 这一个 也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每一个人 他的缺点的当下 从一外面再看 也就是他的优点 优缺点 其实只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呢 所以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的优点 然后呢 讲这个讲出淡淡的话 鼓励的话 这样可以帮助他提神 那你讲好话呢 自然人家就喜欢 喜欢听 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好话 赞美的话 如果你只是天天 指责人家的缺点 虽然你是出于爱他的心 对不对 想要帮助他 可是呢 你老是接他的倉巴 讲他的坏话 那讲他不好的地方 那他一定很难接受 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 所以鼓励的话 是比德骂还要受用 这个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学校都鼓励 一定要用爱的教育 不要用打帽的教育 那当然呢 这个也只是片面的 也不能说 只有 只有这个淡美 而不得备 其实 该得备的时候 也是怎么样 要适度的去得备 比如说 一而再再而三的柔性劝告 没有用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改变方式 换换其他的强硬的方式 那也许有用 所以不一定呢 只有说好的 不能说坏的 那当然呢 我们就得要看对方 了解对方的个性 这方面 我们自己呢 要多下功夫 多了解才行 那我们说 但他的话 他有什么功力呢 有什么功效呢 曾经在英国 一座 一个大学里面 一所大学里面 那有一天呢 一个心理学的教授 就要他的学生 四个学生 去做 一个小小的实验 实验 人的心理 怎么样受语言的作用 也就是他 要这四个学生 去找一个 长得很普通 很普通的女孩 而且这个女孩呢 而且这个女孩呢 从来都没有 男生呢 去邀约他 跟他约会过 然后 要他们轮流 每天 打电话 或者是 约这个女孩子 出来吃饭 聊天 然后来规定他们呢 必须 送花给他 或者送礼物给他 并不断的 对他说 你长得 很 很可爱 很 很自然 你说话 很好听 你是个 可爱的女孩 等等 然后呢 不断的 轮流的 对这个女孩 加以赞叹 赞美 结果 就这样子 经过了三个月 就看到了 丑笑了 这一个 长相普通的女孩 竟然每天 都排满了 也就是 就开始 每天排满的约会 忙个不停了 而且每天 都是 开开心心的 过他的日子 眉开眼笑 这个呢 也就是告诉我们 本来一个 很没有信心的女孩 经过了赞美之后 鼓励之后 他找到了 他的自信 所展现出来 那就是最美的 就是最具魅力的 所以这个庆月语 也是告诉我们 你要去帮助一个人 应该要说 这样子 可以让人欢喜 信授 奉行的话 那就是 多鼓励他 多赞美他 多给他信心 那第三种 叫做圣义语 圣义语 圣义语呢 也就是 要能够 给 说 为别人 多说一些 提升他的智慧 免疫他 更上一层的 这样的一种 鼓励的话 有智慧的话 如果 一个妈妈 或者父母 他常常 骂小孩子 说 哎呀 你吃过肉烟 也就是骂他说 哎呀 你很不上进 等等 这种话 那 被你骂久了 最后呢 他就是做给你看 你说我没用 那我就没用 到底好了 对不对 那这种 是我们 一般人的 一种 反抗的心态 你越说我怎样 那我就越做给你看 这是一种报复 跟反抗的心态 很容易就生气 所以呢 佛要我们说 多说的是 圣意欲 是要能够 让他产生自信 自我提升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 就像日本 有一位行销之神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太记得 但是我知道说 他的身高 只有145公分 因为个子非常的小 所以他有点自卑 他非常的自卑 他想 我到底能做什么呢 做任何一个行业 都被别人 给 瞧不起 别人呢 都不录用他 所以他就很烦恼 而且好不容易呢 有一次啊 他考上了 推销员 可是呢 他还是很苦恼 因为他觉得 我身材这么矮小 口才又不太好 我的推销能力 一定啊 不如人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就陷入了焦虑 就变成 得了躁郁症 后来 他去看这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师啊 就告诉他 说了一番话 让他呢 觉得非常的 有自信 这个心理医生呢 就告诉他 你要利用 你的特性啊 你有你的优点 这个特性呢 你个子很矮 那这个就是你的优点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别人 拿名片 去告诉给人家的时候 别人啊 十次啊 都不可能记住他 可是呢 因为你长得这么小 特别的矮 特别的矮 所以呢 你只要拿一次 名片给人家 这个老板啊 马上就会记住你 客户马上 记住你 绝对印象深刻 所以啊 你要利用你这个优点 优势 这个个子矮 就是你的特质 也就是你要把你的特质呢 发挥 啊 淋漓尽致 把特质发挥出来 那就一定啊 前途无量 哇 他一听呢 嗯 很有道理耶 于是呢 就长 放 就敞开心胸啊 放下 他的 对身材的自卑 所以呢 他就 很有自信的 去推销他的产品 那因为呢 他能够这么有自信 让别人呢 对他 哎 更是印象深刻 更是赞叹 所以呢 后来 他就 他的行销事业呢 就变成是全日本 最 生意最好的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所以当一个人 好 在他 烦恼困苦的时候 忧郁的时候 能够有这样的 一番激励的话 让他 产生自信 得到鼓励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什么 涉化他的一种 叫做圣意语 所以说 你看 一句 一句 不起眼的话 或者是 一句 很简单的一句话 就可以 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说 这个语言啊 可以杀人 也可以活人 所以讲话 不得不小心 它是非常重要 所以 我们 要常常的 思考 多思考 怎样 来说话 才不会呢 伤害人 又可以 给人 帮助 给人希望 那像这种 圣意语呢 词迹呀 他们呢 有一些师兄姐 就常常运用的 非常的好 譬如说 如果你说 哎呀 那个 吃苦啊 我们常说 啊 你做得好辛苦哦 来 因为他们回收啊 常常都是 做 这个 做得满身世汉啊 那你说 你好辛苦哦 他们就会 把它转为 辛苦 就是幸福啊 辛苦 其实就是幸福啊 那一转了哦 对啊 你现在辛苦 将来就是幸福啊 对不对 或者是说 你现在辛苦 其实 你当下没有烦恼 你做了欢喜 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啊 还有呢 如果你说 哎呀 吃苦 就等于是在 什么 吃补 哦 其实 把不好的 一些观念 一转 哎 就是变成最好的一个观念 所以呢 好与坏 只不过是一念之间 看你怎么去想 好 那这个呢 也就是说 能够适时的 啊 讲一些 有意义的 好的 这样的一些观念的话 那 你在 你的人生当中 就会走得非常的快的 顺利 那当然圣意语呢 不一定 都是 哎 好丁的哦 才叫有意义的 像我们禅宗啊 禅师们 有时候呢 这个 一棒一鹤啊 啊 打的呢 你啊 昏头断向的 鹤的了你 鹤的了 那个 帝子们啊 等龙三日啊 可是啊 这些 也是 属于圣意语呢 为什么 也就是 有时候 因为他一个棒鹤 就让他 豁然 顿脱 顿悟 等等 那这个呢 也是他的作用 所以 圣意语呢 他是 不限于 各种形象的 比如说 有一次 有一个人 他想要自杀 所以在森林里啊 一棵树上 用绳子 正在那边打结 打圣结 想要上吊 那刚好呢 有一位 禅师啊 他走过去 那这一个禅师呢 看到他要上吊 不但没有去 阻止他 还反而 在树下 对他说 快点快点 你怎么不快点呢 要上吊 就快点 我等你死了以后啊 要把你的衣服啊 脱下来拿去卖 否则 太可惜了 哇 这一个 想要自杀的 明清人 一听啊 火冒三丈 大声的 骂这个苏家人 哎 你是什么 苏家人啊 苏家人 死被违怀 你看到我要上吊了 要自杀了 不但见死不救 还 要把我的衣服 拔掉 那我死了很难看 那你这是什么心态啊 那个苏家人 就说啊 你连死都不怕了 还怕没有衣服穿啊 结果他一听啊 很生气 就把绳子啊 用刀子给割断了 跳下来说 怎么样 我现在不想死了 你休想得到我的衣服 休想从我这里得到好处 结果呢 这个禅师啊 就哈哈大笑 好了 现在没事了 只有你高兴就好了 你看 禅师啊 就是运用他的智慧 让这个想求死的年轻人能够改变念头 不再求死 这个呢 虽然讲的是负面的 相反的话 可是呢 如果 说的有用 恰到好处 他就是变成 叫做圣意欲啊 也是一种爱欲啊 可以帮助人 所以以前 有听过很多人 他学生的时候 学生时代因为不用工 考试啊 常常不及格 那 有时候老师 会骂他 牛牵到北京 还是牛啊 对不对 或者是骂他 哎呀 你是绝对啊 这个榜上无名的啊 最后一名就是你啊 等等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取笑 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无 这个无辱啊 所以常常 反而 让他呢 发愤途强 要考考上建筑 考上最好的大学 要来给老师看 所以说 圣意欲啊 是没有绝对的 一个 标准 但看呢 我们听的人 自己 如何去转化 如何去转练 如果 你能够往好的那方面 去想 你也 有成功的 这个机会 好 那第三个呢 叫做 立行社 立行 立行呢 也就是说 你要做 帮助 对别人有益的 事情 不只是立己 同时 也是立他 不只是 立意他现在 更能够呢 立意他 到未来 那这样才是真正的 立行 如果只是一时的 好处 但是呢 之后会带来负面的 一种 烦恼 负面的 效果 那这样子呢 都就不算是立行 譬如说 有一些父母 非常密爱 子女 所以呢 就帮他 这个一味的 还赌债 还卡债 或者是呢 犯了罪 还密爱的把他 偷偷藏起来 不愿意呢 让他去 受到法治的处置 那像这样呢 他就很难 帮助他的子女 来改变他的行为 所以这个 这种 一时的纵容跟包庇 这种不能算是立行 那什么是才是真正的立行呢 也就是啊 我们的 所作所为 必定是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人类 有好处的 譬如说 一棵大树 我们都知道 大树呢 他对这个大地 对这个宇宙 对人类 近期 这个一生 随时随地 都是在立意 这个法界 可以制造新鲜的空气 可以绿化环境 根呢 又可以水土保持 然后树干呢 又可以给人类 来做家具 等等 真的是 讲也讲不完 树叶腐化了 掉下来 还可以回窝土地 滋养其他的 这个植物等等 所以 连植物啊 都有这样大的 这个利益 法界的作用 那我们人类呢 如果 我们的一生 都只有自私之力 想到自己 这样的一个人 他所做的 其实 处处都是 刚好在伤害 一切众生 我们 吃众生肉 对不对 杀进了 一切的 众生 只要你想吃 没有什么 不可以 然后呢 取 其他植物的 种种的 生命 然后做家具啊 砍森林啊 等等 你看 我们真正利益 这个 回馈 法界众生的 是什么 你给他仔细想一想 我们留给这个社会 这个法界的 无非是空气污染 污水污染 对不对 还有 种种的 这个 废弃物 核能量 有毒物 等等 污染这个大地 污染一切众生 所以很多动物 瀕临绝肿 这都是我们人类 所造出来的 祸害 可是呢 我们啊 却看不到 不自物啊 不能自觉 所以继续呢 在危害 这个法界 一个人 一般的人 能够对他的家人 好 不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计较 这样我们就已经说 他是一个好人 其实比起啊 这法界的 其他的这些动物 这些众生啊 人类 是在法界当中啊 不算是一个 好的动物 好的这个生物啊 所以 一个人 他的一生 如果 不好好地羞耻 不能 他这内心 来做一些 利益众生的事情 其实 他这一生啊 活在世上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活了越久 造业越大 破坏这个社会 更多 所以 我们应该 这样来想 我们不能 像 现代人 处处都想 只是在想 你能 给我什么 好处 而是 我们应该 扪心自问 我 这一生 能带给 别人 什么好处啊 这样 我的人生 才有意义啊 所以 这个利益行社 也就是 我们 我们 要能够随时随地 处处 带给别人 帮助 带给别人好处 那当然了 如果 我们 一个人 能够 尽到他的本分 从小到大 其实 还是 可以做出 很多 有意义的事情 譬如说 当你是 子女的时候 你可以 孝敬 你的父母 当你是 职员 你可以 为公司 谋福利 当你是 父母的时候 你可以 养育 未来的 主人 成功 对不对 当你是 老师的时候 你也可以 培育 很多的学生 所以我们 其实 每个人 近期一生 我们也是 千百亿化身 你可以同时是 人家的 子女 也是 人家的 父母 也是 人家的 学生 也是 人家的 老师 都是在 互相存就 如果 我们能够 尽我们本分 好好地 来做 那我们 至少 还是 不会 对 所有 与我有缘 有恩的人 这个例行事 也就是说 当你对别人 好 那他自然 也会感受到 因为你 你能够 帮助他 他自然 也能够 感恩 而愿意 来图报 课本里面 他举到 就是说 像 欧洲 有一些 善于 养这个野生动物的人 他整天呢 跟这些 狮子老虎 回物啊 可是呢 野兽都不怕他 也不会害他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连动物啊 都能感受到 你对他的恩慈 你是真心地对待他 他也 能够真心地对待你 绝对不会伤害你 而如果呢 你是 虚情假意的 他的第六感很敏锐 他马上就能够觉察 所以呢 曾经有一只猩猩 他叫可可 因为他被抓去 训寿师那边 在训练 种种表演 那有一次呢 就是 这个训练他的这个训寿师要下班了 交班 然后呢 第二个训寿师来了 那这个训寿师啊就就对训练师呢就对第二个训练师讲说 哦 这一个可可啊 这一只可可啊 他很顽皮啊 然后 这个很会 捣蛋 很会惹麻烦 你要小心地看待他 可可呢 因为他听久了 所以他知道 训寿师啊 第一个训寿师在讲他的坏话 所以就很生气 又跳又叫 然后第二个训寿师 发现 可可 生气了 所以呢 他就很温和地问他说 你在生气是吗 好 结果可可就说 我很难过 他就 他就用手语啊 表示说 我很伤心 很难过 那 这个训练师就 再问他 你为什么难过呢 他就反而 用手语表示说 因为我不好 你看 连这个 猩猩呢 他也懂得 当 别人温和地问他的时候 他就可以 他就会认错 就会自我反省 那 人家反而骂他的时候 说他坏话 他就会生气 不能接受 一样有情绪 那有一次 那有一次 有一个 这个 参观的人 看到了他 就说哎呀 你长得好漂亮 结果可可啊 就 用手语啊 就摸着他 用动作 摸着他的鼻子 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 再说 你撒谎 你在撒谎 因为 他可以感受到 他说他漂亮 不是真的 所以啊 你 有没有真诚心 他在 做 利益众生的事 这个真诚心呢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是 表面上 在 帮助他 在做 善事而已 一定是要发自 我们内心的慈悲 喜舍 这样的 营严心 来做 那他的呢 效果 效用 才会发挥出来 好 再来看 第四个 也就是同事社 同事 一起做事的事 我们俗话说 物以类聚 道不同 不相为谋 白道黑道呢 他是不可能 一起 来行事的 所以 我们 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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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化众生 必须 怎么样 和光同臣 跟他打成一片 这样叫做同事胜 怎么样打成一片呢 也就是像那个摆葬禅师 他呢就是坚持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这样的一个道风 所以他活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体力已经不行了 他仍然坚持要拿着锄头到田里 去跟大众一起耕种 那他的弟子呢 看他年纪这么大了 舍不得让他到田里耕种 于是就把他的锄头啊 镰刀啊那些工具给偷偷藏起来 结果摆葬禅师 他就闭门不出来吃饭 绝食抗议了 害他对一些弟子啊 更紧张 不得已啊 只好把这个工具又拿出来 那摆葬禅师呢 就笑嘻嘻的又下田 继续去跟踪 像这样的禅师呢 他就是啊 以身怎么样作者 绝对不是高高在上 我是师父 所以呢 你们这些徒弟啊 就得有四先生传 对 然后 有四呢 弟子服起来 有九四先生传 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绝对呢 是跟下面的弟子们同甘共苦 那这种呢 才能够真正的让弟子呢 感动 感佩在心 愿意接受他的教会 那我们也知道啊 像佛陀 他当时 也曾经亲自 为他的一个弟子 也就是一个瞎了眼的这个比丘 为他缝补驾沙 然后 还帮他铺这个草席 帮他洗衣服 帮他那个修补墙壁 他的住屋等等 那他的弟子呢 也曾经 劝告佛陀 他说 哎呀 世尊啊 这些事情 这些劳务 就由我们弟子来做就好了 您不必 这么辛苦 可是呢 佛陀 他就说 我跟你们 大家都是一样啊 你们可以做的 我也一样可以做 那这种呢 也就是什么 同事圣 也就是说 没有上下尊卑 贵贱 的这样的一个分别 全部呢 都是什么 平等 这样的心 跟大众 和光同臣 打成一片 如此的教化众生 才能够达到潜移末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说观音菩萨 他有三十二应身 应以合身 得度的极限合身 而度之 那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基于这种同事社的一个心理 也就是说 你跟他不同类 观念不同 身份不同 那你要跟他打成一片 和光接物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知道菩萨有种种的方便 跟这个所谓的千百一化身等等 其实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度化一切友情 那其实这个四色法 我们不只是说 像在佛教界里面 传道 这个时候才用 才叫做度众 四色才有用处 其实在我们平时 我们在做事 做人 或者在公司 那个观察等等 其实这些四色法 都是色授人 领导人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妙方 像我认识 最近认识一个慈记的杨师兄 他们非常的发心 年纪也才不到五十岁 可是已经是事业有成 开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 那他就是把这个慈记 的一个人文跟这个布施 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用在他的这个公司里面 也就是说 他也是用这个布施 爱与力行同事 这些原则来带领 经营他的公司 譬如说 他让这个员工 先布施一些好处给他 他所布施的是什么呢 他就说 你们要用全自动的 上班方法还是要用半自动的 所谓全自动也就是 完全没有老板所定的一些规则 由你们自己自动自发来工作 给他们自己去选 如果半自动的被动的 那就是老板在定很多规章 几点就算迟到 几点就扣薪水等等 然后他们呢 当然就选择 我们要全自动的啊 那全自动 那老板可以不必在公司里 你们就自己来 我信任你们 那就给他们方便 给他们自由 这个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公司了 对不对 这个给他好处 再来呢 他又跟他们讲 他说 你们 虽然你们很辛苦在工作 可是 我 不是翘着二郎腿啊 在那边吃鲜饭啊 那个老板呢 我就是去做善事 所以呢 他呢 都到 慈祭 所交代的一些海外啊 救助灾难啊 或者国内啊 到处去救助灾难等等 去布施 那员工看到啊 哎 老板啊 对不对 是以身作者 在行善 所以 只有我们员工 他就告诉他们 你们很努力 为我赚钱 我赚的钱呢 不是拿来自己用 我要帮你们 又拿出去布施 那这样你们也有功德 所以员工们呢 也就很愿意为老板多赚些钱 让老板能够多多行善 也就是让他们知道 哎 这个是例行 对不对 利益众生事 那再来呢 他每一年都会办两次的这种海外国外旅游 那不是带他们出去玩而已哦 他是带他们到国外去做志工 甚至呢 到尼泊尔 去盖那个 为那个山上的一所小学 去盖一所学校 你可以供两百多位的学生 在那边上课 然后员工们呢 十天的假期 就在那样子的 边旅游 边关怀 边布施 边这个 慰问孤儿 让他们感受 老板的爱心 也让他们感受到 那这个呢 也就是什么 同事 对不对 能够体会到 老板呢 他原来是这样子的一片心 在为众生 那他们也参加了参与其中 所以能够体会 这一份爱心的快乐 所以回来以后呢 哇 那他就更加的什么 能够跟老板同心协力 然后更加自动 所以呢 这一位师兄呢 他的生意啊 是不用太辛苦 在那边看 在那边管 然后这些员工啊 自动就可以帮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也就是 菩萨他能够 善用这四色法 来度化众生 那不只是 在度化 就是在那个佛教界里面 或者传道这方面 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家庭里面 也是一样 如果您能够用四色法 来对您的家人 那您一定是家庭和谐快乐 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呢 下一次呢 再来继续 谈畏的四弘事愿 好 请一起合掌 光念 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土 如果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佛